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商场给人的感觉基本上都差不多 卖的总是那些常见的品牌 但是邻里商店就不一样 生活中需要的大大小小的物品 您都能在那里找得到 就算是家里的东西坏了 或者衣服鞋子需要补一补 在邻里商店也总能找到专家 我们来听听大家怎么说 我就咖啡店喝咖啡 跟他们讲话 Getting that very traditional feel with the neighborhood shops That auntie and uncle that serves you as well a familiar face 其实我自己也经常去邻里商店剪头发 因为那里的店很多装修很有特色 理发师傅也都很亲切 一边剪头发的时候 一边还能和他们聊聊天 感觉时间过得很愉快 当然还有一点就是 在邻里商店剪头发 价格也比较便宜 在大巴窑已经开理发店 44年的哈姆扎 就是这样一位很受欢迎的理发师 对于他来说 很多理发的不仅仅是顾客 而是一群多年的好朋友 现在位于金文泰的巴尔莫拉高柄店 也是本地一家老字号的高柄店 他在1965年时 在荷兰村开门营业 之后才搬到金文泰 营业已经整整50年 老板回忆说 当年他们的顾客 以英国人居多 所以他们的店才取名叫巴尔莫拉 这个名字和苏格兰 一座很有名的古堡一样 英国王室常常会去那里度假 说起当年 老板还非常骄傲 在河林村那边的物资很无路 很多艺术游戏 艺术游戏 我们做的生意都是 做他们的生意 他们叫我们的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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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我们做 他的筒筒给我们做 我们就跟他做好好 他们就 客户出来这么开心 因为我们就很好了 还有很多当年的顾客 即使在高饼屋从荷兰村 搬到金文泰之后 还是切而不舍地 跑来这里买他们的糕点 但是对于今年快90岁的 陈老伯来说 他们家族的杂货店 要想继续开下去 担忧的并不是没有客户 而是没有子孙想要继承 陈老伯说 他们家的杂货店 1967年在大巴窑开业 因为地理位置靠近咖啡店 又靠近巴刹 生意一直很好 以前80年代 生意鼎盛的时候 小杂货店甚至还举办过 幸运抽奖和送货上门的服务 就和今天的很多大型超市一样 我在这边一方面做生意 一方面我也替学区服务 我在这边已经服务 学区服务已经有 到今年37年了 我希望我下一代 能够再继续把它好好做下去 没有后继之人这个问题 其实并不只是 陈老国家的杂货店 所面临的困难 很多本地的传统生意 例如巴刹里的小贩 还有咖啡店的舒适摊位 现在也都碰到了 类似的难题 很多年轻人觉得 这些传统生意又脏又累 工作环境也很辛苦 所以都不愿意接手 难道邻里商店 在本地真的就没有未来吗 但是其实 还是有年轻一代 对于邻里商店的 未来发展有信心 而且随着政府组的不断发展 开在新社区的邻里商店 也有了变化 例如这家去年12月份 才在女皇镇开张的花店 年轻的老板还特意在店里 放了很多老家具和装饰物 营造出一股怀旧的感觉 事实上邻里商店最初会出现在祖屋区 是因为建屋发展局在上个世纪60年代 兴建组屋的时候就特地设计和安排的 目的就是方便居民生活 促进互相的交流 政府希望在改善国人居住环境的同时 也能够保留住我们的甘榜精神 好了 感谢您收看《晨光第一线》 也欢迎您浏览 8频道新闻及时事节目网站 以及下载我们的应用程序 我是振华 明天我们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